來看台東六夜鄉民代表會 去年冠軍要把鄉立的誘致向收起來 不過公司去年又開公聽會 冠軍說要一年再收 代表會就認為這個公司違反 地方制度法 要求鄉長就要回失禮 不過鄉長算是外頭最一早 想讓立場面 六夜鄉民代表會在碎片會一個規定 就碎片地方制度法 共同公司不準到鄉立會 今年全體代表 同歸把鄉立誘致向裁掉的冠軍 公開又否決了代表的決議 這個這一份代表他是沒辦法接受的 六夜鄉公司去年年底 以共聽會方釋 冠軍向立誘致向還在演一年 讓兩會四個小孩可以暫時來堂 但當官高雄廠也已經同意 一年後在六夜鄉裡面 吹兩間好好 設立誘誘轉班 不過在碎片會要受賓獎這期鄉台會這個冠軍 不知道是如何把鄉立誘致向裁掉 在多時一起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不是要心理教育 我們要擴大到很多小朋友身上 我是要回應是鄉公司 他如果資訊上有困難 他可以談穩 回復我們代表會 不過鄉立代表會主席在會議後 請鄉長為不尊重鄉台會 關於公開會實在 不過鄉長是誰做一走 憲長大家是都人氣 需要鄉長的一個道歉 之後我們能力會全力協助鄉長的追蹤 既然鄉長根本沒有誠意 我們到達半位 六夜鄉台會跟鄉公司 為了幼稚園的事情去背面 鄉公司表示 現在幼稚園五個老師有三個失蹟 新加了後兩歲幼幼班十六個孩子 因為減一個老師 五八的孩子沒有好好討好討好討好 討好照顧 記者 總括報道